可是脑子想到的是 费老师刚刚在健身房子 那一剧压龄的感觉 他不知道有什么魔力 能够把昼王抓得那么死死的 都是为了电影 为了视觉上 那个真实感 为了那个力度 我们必须得做的 儿子卡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费翔 我在《风神》第一部 里面演的是《伤王英寿》 成为全天下的王 又能见到大家特别开心 尤其是年轻演员 拍戏的时候 因为我要演英寿 我其实从一进剧组的时候 我跟导演说了 最好是跟他们有点距离 因为这样子会影响到 他们拍戏的时候的那种投入 如果比如说演一场戏 就怎么他们看到 英寿周王在上面 可是脑子想到的是 费老师刚刚在健身房子 那一剧压龄的感觉 就会很难让他们入戏 所以我跟导演说了说 我们就最好 我是跟他们有点距离 在整个拍摄一年半的时间 我是真的就是跟他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让他们每一次看到我 真的就是在片场 是已经穿好服装了 是那个感觉 他们就会更相信 更容易演 因为毕竟他们都是新演员 这一次呢 就是在宣传期的 我终于可以放松的 然后真正的就跟他们交流 然后认识到他们工作以外的 就真人的感觉 所以特别开心 特别特别开心 其实乌尔山第一次找我拍戏 是演画皮二 里面也是很多年前 演一个巫师的角色 是个反派角色 也特别颠覆性的 就特别精彩 我也觉得很好玩 有意思 可是从那次合作 我就发觉了乌尔山是一个特别 应该说是开放式的一个导演 他愿意听演员的想法 比如说我跟他交流 会说导演这场戏 我觉得我们这个台词 可以删掉一半 或是这一场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下手 他其实都会听 他都愿意听 我相信不只是我 别的演员 所有的部门 他都会是 是一种交流性的 一种导演 是比较难得 我其实进入演艺圈 已经四十多年了 然后接触过的导演 也非常非常多 然后也有那种导演 是很霸道的 也很 就是他很清楚 他要什么 然后你来 就是要执行 我脑海里的那个 那个样子 就好了 可是我会觉得 碰到各式各种导演中 乌尔山是我看到的 最开放式的 他特别愿意交流 愿意创作的过程 是大家能够投入进去的 跟他合作都非常的愉快 其实拍摄《风神》三部曲 我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拍了三部电影 然后应该可以说 整个一年半的时间 没有一次是有不愉快的 或是在现场闹情绪的什么 真的没有 就大家合作的是 非常的协和的 一股气 在做一个 一件事情 可能是吧 其实我觉得 乌尔山的想象力很强 他能够就是 想到 让我演一个反派 大反派 首先在画片里面 然后这次 请我演音寿 尤其是这次 这个音寿 往是非常的不同 这次的打击也非常的不同 不只是外形 或是感觉 还有故事 人物 都是有一些创新 我觉得这样好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 再拍《风神》 我们应该是要有新的 讲述这个 非常经典的故事的方法 而不是说 如果我要再演 我再演一个咒王式 打击在那儿 给我那个喂肉 喂喝酒 这种我们都看过了 其实再拍一次 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沃尔山 一直是希望 就是有一种 把新的东西 带给观众 所以我觉得可能 从我身上 他也是这样的 他看到我 他不是仅是看到 过去的观众 熟悉的那个感觉 他会看到里面 其实这个人 也许可能 还可以有另外一面 其实这次我们《风神》里面的 这个打击也是跟以往的都不同 以往的这个打击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一个不知道什么 他不知道有什么魔力 能把咒王抓得那么死死的 然后让他颓废 让他整个 就是到最后就整个都 都王都灭了 其实我们这个打击 其实不是一个那么厉害的 一个大 那个妖精 他其实是一个小狐妖 所以 他的这个定义 就从一开始就不同 因为接触到了英寿 使得他 能够得到自由 延伸下去 他会怎么样的帮助英寿 这个就是我们故事的 这两个人的关系 当然了 当然 英寿在我们这个风神里 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 特别关键的一个事情是 他是 他是伤亡的次子 他不是王子 他的爸爸 第一一直会把王子留在身边 这个宝贝 这是要程序的人 可是 次子 就是英寿 送出去打仗 第一是很舍得 把次子送出去打仗 万一在战场上折 无所谓 后面还有好几个 所以 可是这个王子 是不可能 所以从这一点 从一开始观众就已经可以有一点了解了 其实 这个英寿的心 心里的这种阴影 就会产生哪一些后果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剧本 还有这个角色写得太好了 就是 我相信观众看了第一部 然后 当然后面还有第二部 第三部 可是就是第一部就已经会觉得 我能理解英寿这个人 我不一定是喜欢他 或是赞扬他做的一些残暴的事情 绝对不是 可是我至少理解这个人 这是我的目标 作为演员来说 我平时是一个不但易胖 也是一个很懒的人 我绝对不是那么 每天那么勤奋的跑健身房的那种 因为英寿绝对 它就是一个战士 其实 电影开始就是在战场上 可是为了完成这个角色 那我就必须得增肌 我必须得锻炼 速身 我从镜组 我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才开始拍第一个镜头 然后每天的饮食 也是我们就是 整个剧组的食堂 给我们准备的六个鸡蛋 然后这份肉 这份菜 这个一片面包 我还记得很清楚 然后就是 这些能吃的东西 都是已经都订出来的 每一顿吃的东西 还不能不吃 所有的年轻演员 我们都是这样子 被吹气 吹出来的那个效果 可是都是真正练出来的 真的 花了很多时间 可是都是为了电影 为了视觉上 那个真实感 为了那个力度 我们必须得做的 是的 其实为了应受这个角色 我从来没有骑过马 可是也必须得骑马 它是个子 比所有别的都高很多 大 它的名字叫大黑 非常聪明 非常温顺的一匹马 我在拍Function之前 真的是 没有特别多的接触马 没有骑过 我从来这辈子没想到过 我会有这样的镜头在电影中 经过了这次的拍摄 我也爱上马了 真的是 尤其是这一匹马 大黑 别的演员都不允许骑它 只有教练 骑还有我 他们这样子规定 是为了让这个马跟我 产生一种默契吧 它会认得我 然后我每一天到片场上 见到它的时候 就觉得 它会过来把头 蹭到我胸边 真的那段训练 还有整个的这些准备 都值得了 要不然到了片场上 就知道拍戏的那天 根本没有办法完成 我现在已经62岁了 所以的确进入歌坛 是四十多年了 所以我特别清楚 这些歌 这些回忆 一部电影 它能够给人带来的一些 特别美好的 还有深的感触 我特别特别清楚 我会特别珍惜 这些回忆 不只是观众的 也是我个人的 非常美好的回忆 同时呢 我现在还可以再创作回忆 我希望风神是这样子 给我送给 一直跟着我这么多年的观众 特别高兴 这次能够把这么一部电影 把这个新的作品 带给他们 我也希望 也能够成为我们共同的一个 非常美好的回忆 嗨 大家好 我是飞翔 然后我马上 就有一部新的电影 要上映了 那就是风神第一部 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拍这部电影 然后我现在看到它 我觉得特别好看 我相信你也会喜欢 希望我们可以在电影院里面见